謝謝主席 馬來有請秘書長 李秘書長請 委員好 秘書長你好 那個首先恭喜您容任秘書長 我跟您算舊式了 所以有些客氣的話就容我省略 我就直接切入正題了 第一個 人民參與審判的條例司法院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這個可能要到六月司法國事會議就參與審判的模式有個定調以後 六月 我現在據說是六月總統要開 六月 明年六月 明年六月才要開 對對對 明年六月會有兩天的司法改革國事會議是蔡總統親自主持的 明年六月才要開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把條例提出來 如果模式定了以後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因為如果模式一定以後 我們就馬上邀請專家 來看譬如參審就 左手研究 陪審就陪審 我知道你們一定是請專家你了 這個沒有問題了 我的問題是什麼時候提出來 給我一個答案 這件事情已經 我老實講啦 這件事情讓我很痛苦啊 我非常的痛苦啊 混太久了 成者浪費了六年的時間 浪費這六年的時間 則要怎麼追究啊 我相信社會上有公平啊 但是我們展望未來 我現在只問你一件事啊 人民參與審判條例 什麼時候 曹安提出來 那我們這個 這個 根據聽你的這個 初步的預算喔 如果定案以後啊 我們希望在三個月內啊 提出曹安 明年九月嘛 對 好沒有關係喔 現在秘書長講的 在立法院裡面有紀錄喔 我明年九個月啊 來檢驗 我自己的草案我都寫好了啦 但是我現在為什麼沒有提出來 我要等你們啊 你們不送啦 我提出來立法院也不會審 沒有用 那是不是喔 要加速辦理 我想請秘書長回去跟大院長 反應一下 慎重考慮一下啦 明年六月才要開 那很多事情就是明年六月以前 沒辦法決定嘛 來我們來盤點一下還有哪些其他的 的事情喔 第二個部分 勞工 特別的訴訟程序專法 什麼時候要提出來 這是副院長在人事同義權的時候 答應我的事情 但是我在你們的立法計畫裡面 沒有看到這個內容 我非常的失望 是還要再研究嗎 還是改變心意了 跟委員報告喔 關於勞動的特別程序法呢 我們在 四改推動小組呢 已經請副院長來主持 那初步呢 他已經請這個 黃冠誠教授啊 來負責籌畫 應該是會很快就會 對 有沒有時程 有沒有時程 我們副院長說大概一年內 可以把它完成 一年喔 我的老天啊 我這麼忙 我寫法案都沒有你們那麼慢 盡快 你們人才這麼多 動作是不是可以再快一點 盡快 呂法官 不好意思啊 呂秘書長 你應該知道 勞工期盼這個期盼了非常久 現在已經讓步囉 是 一開始是要勞動法院喔 結果司法院一直用勞動訴訟的案件量不足 來當作唐賽的理由 結果你們後來設了智慧財產權法院 李秘書長 意外你的認識智慧財產權法院的案件量 有比勞動訴訟案件量多嗎 當然沒有 不過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勞工法院 因為可能原告比較多會是勞工 那如果我們設立一個專責法院 勞工在以原就備情況下 可能他 因素反而會有一些不便 所以我們 不管將來要不要設勞動法院 但勞動程序法 對於勞工證據偏在的問題 先謀求解決比較實務 那我們這個 有特別這個 請這個副院長來主持 我想今天委員的意見我一定會轉答 不要超過一年 越快越好 好 謝謝秘書長 一樣喔 勞動訴訟程序專法 我也會提對案 那我期待司法院的案子趕快提出來 不要當我到時候 我的法案寫出來了 在立法院裡面苦苦的等待 因為立法院裡面的習慣 是你們的沒有送來 委員提的他也不會審 好第三個事情 針對有關於法官法的修正 司法院對於全面平和這件事情 有沒有要檢討的計畫 我們上次辦全面平和嘛 應該是2014年的時候辦的嘛 結果辦完全面平和以後移送平見的 我上次確認過答案是0嘛 所以這個制度會檢討對不對 會會而且我們這個已經請這個中藥研究院 幫我們設計一個好的問卷 那11月25號這個委託 這個案子就會開標了 所以應該會很快進行 OK好就全面平和的部分 司法院接下來的改善計畫是什麼 再麻煩秘書長隨時讓我知道好嗎 謝謝 好接下來下一件事情喔 我對於新的司法院 新的司改團隊 我有很高的期待 所以過去啊 過去的一些肉席 我建議啊慢慢改掉 什麼叫做過去的一些肉席啊 就是司法改 司法現在不受人民的信賴 我們要很沉痛的 事情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認真的來面對 不要粉飾太平啊 不要寫作文 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來在你們今天 106年你們司法院的書面報告裡面啊 第二頁 強化審計功能提高審判績效 第一點落實民事事件審理集中化 強化第一審40審功能 使第一審成為40審審判中心 第二審採取嚴格限制的續審制 旅幣處長 你覺得這個是現實嗎 這個我們 但目前沒有做到啦 目前沒有做到 你也承認目前沒有做到嗎 那以後 勇敢的在裡面寫 民事集中審理 從2000年 2003年修正 到現在是幾年 2016年嘛 搞了13年沒有落實啊 不需要面對 不需要檢討嗎 在官方文書裡面 寫這種八股文 要騙誰啊 要騙不懂訴訟程序的人民嗎 我們現在的第二審 有採取嚴格限制的續審制嗎 民事訴訟法447條有發揮功能嗎 在446條還寬認數字變更 的容許性的情況之下 第二審是嚴格的續審制嗎 47條在審判上面真的有用嗎 秘書長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目前本來在447條 前面的這個第二審的更新權 他是列舉的 不過後來我所瞭解 送到立法院以後呢 有委員認為說 第一審沒有充實啊 第二審你就把它限制 就不合理 所以開放了一個條件 不過我想這個並不是正常 那麼我們希望這個 在新的這個許願長領導之下呢 會按照我們在報告書上面的 讓第二審成為一個很堅強的 這個事後審或者是 對啊但是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在看你們的立法計畫裡面 刑事訴訟的修正好像是你們的重心嗎 案件量也非常多的民事訴訟 如何落實民事集中審理這件事情 我在你們的立法計畫裡面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可能的修正嘛 那還是說你們要先進行評估 那如果在進行評估的時候 我相信李秘書長也很清楚啦 去看刑事上面的法條是沒有意義的 剛剛您所提到的447條 原則上也是禁止 在第二審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 但是如列的六款例外 那我個人過去擔任民事訴訟法的學者 在整理那六款例外的時候 我發現實際上的操作 第二審根本就是原則上容許 例外才禁止啦 我想我這樣講應該是沒有錯啦 那為什麼會操作成這個樣子 具體的問題在哪裡 司法院總應該有對策要面對嘛 要不然你們今天所提出來的這個書面報告 永遠都是這樣寫啊 在上面寫一堆形容詞 但是根據你現實上面的脫節 可能脫節的太厲害了吧 跟委員報告 這個 關於如何落實 其實司法院有一個重要的議題 在許院長的這個就職演說裡面提到 就是落實金字塔型的訴訟結構 當然這個金字塔型不一定是 像這個民國88年的時候到最 合併到司法院啦 至少到第二階段 就是把這個中審 尤其最高法院的人數啊 要大幅的降低 那麼這樣降低以後呢 在法官的人力上面啊 二審也就可以多一點 然後撥一些人到一審 一審呢很充實起來 金字塔型呢可以講說在 解決這個法律見解的歧義 集中審理 避免裁判矛盾上面呢 是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不過這個是一個大工程 也不瞞委員講 那麼許院長目前的想法呢 他會把它拿到司法國事會議 大家充分討論以後啊 那麼會做一個很果決的行動 謝謝 下一個齁 延續到第三審上訴啊 前幾天大院長跟法務部長碰面嘛 那刑事訴訟 要開延遲辯論庭的議題啊 突然受到大家的重視啊 但是秘書長你應該知道 民事訴訟 民事第三審上訴 要求延遲辯論是因延遲辯論 474條的規定是比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更嚴格 那從2003年 增列的這個條文以來到現在 我們的最高法院民事庭 我們的最高法院民事庭開延遲辯論的表現啊 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啊 就是失望透頂 不僅是失望透頂 還是明知道法條怎麼寫的 根本沒有把立法者的誡命當一回事 上一次我請教最高法院院長這個問題的時候 給我一個書面的答覆 那個書面的答覆我老實講我看不下去 司法院針對於民事第三審上訴 如何落實延遲辯論有沒有任何的方案 因為現在的狀況啦齁 就是因為沒有第四審嘛 所以最高法院他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啊 我不高興開延遲辯論 違反法律的民文規定so what 你能拿我怎麼樣 相同的法條如果是要求第一審的話 那個判決在第二審早就被廢棄了 現在是沒有人在監督最高法院啊 最高法院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啊 這違法的狀態已經存在非常久 當然我知道你們一定會講啊 說最高法院的案件量負擔非常的高啊 最高法院案件量負擔非常的高 也沒有高到什麼 也沒有高到開延遲辯論的是鳳毛麟角 不好意思啊秘書長 我是希望你告訴我說 你們會對這件事情有一些比較 積極的檢討方案啦 不是只有在刑事法院那邊很熱鬧 在民事法院那一邊 因為你常常看最高法院的判決嘛 你應該可以了解也贊成我的看法是說 最高法院有的時候不管在做裁定還是做判決的時候 他不是在挑原則上重要性的法律問題啊 他是用不合法的裁定在閃避啊 原則上重要性的法律問題啊 這個問題太困難了 因為太困難了 所以我以你第三層上訴理由 重要沒有具體指責原判決 違法令為理由 然後沒有點出重要的法律問題就裁定駁回啊 這種事情非常的多啦 那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果認為我在這邊講的不正確的話 我可以直接舉出裁判矛盾的例子給你們看啊 同一個案子同一個法律爭點 有人上訴不合法被裁定駁回了 有人上訴有理由耶 這種裁判歧義的狀態 同一個案件喔 同一個法律爭點喔 那個法律爭點我記得呂秘書長 你也有寫過文章啊 復停止條件的請求權 到底可不可以提起將來幾副之訴 這個你有大作有寫過嘛 同一個案子喔 當事人因為用一部請求的關係 一部請求提起第三審上訴 不合法裁定駁回 他不請求提起第三審上訴 上訴有理由將原審判決廢棄發回 這個就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高法院 還沒有開延遲辯論嘛 閃避重要的法律問題嘛 所造成的裁判矛盾喔 我相信當事人拿到這兩份 一個不合法裁定駁回 一個上訴有理由判決回家都傻了 這是我們的最高法院喔 他要請同一個律師在同一個案件 寫同一份上訴理由狀耶 林民署長可不可以答應我 這個部分司法院回去檢討 因為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不是啦我還有很多事情啦 但是我要尊重主席 我也要尊重其他委員的時間 這個部分本來在立法呢原則上因 那例外是不必 那我們因為最高法院我所了解齁 那麼現在已經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操作 我覺得是說假設最高法院呢 將來在這個原則辯論的見數漸漸多 而且都是進行有益的原則辯論啦 或許就民事訴訟就沒有調整的必要 如果說還是沒有什麼績效 那其實但書所謂這個認為不必要的情況 我們還可以加以立法來調整 讓他但書變得更少這樣子 不好意思我最後講一句話 我對於新的施改團隊非常的支持 包括你們今年的預算 雖然是別人編的 我知道不能要馬兒跑又叫馬兒不吃草 所以司法的預算我會全力支持 但是是今年 我會給你們時間 明年我們在站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可能我們黨團對於司法院的預算的態度 就要看你們過去這一年表現的成果 我最後祝秘書長 我知道你會面對很多困難 要帶了好幾頂鋼盔往前衝 加油 謝謝 謝謝